能否请您介绍一下 就是中国农村地区的养老政策 或者是您了解的一些农村的养老政策 因为可能各个地方都不太一样 对 那么应该在这些年来 就是特别是应该18大以来 那么党中央坚实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那么这个发展理念应该说 这个包括对农民的养老保障 农民的基本的生活保障 各种的农民的一些补贴政策 应该说在沿流投屏攻坚的基础上 那么应该就提担升级 对中国的广大农民来讲 那么这种养老服务 养老的覆盖面 养老的整个汇聚率 应该就会更大更广更高 我们其实看到政府报告中 有一项就是关于这个养老金 这个是提高了应该是30块钱 这个的话您是 我不知道福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福建的人均GDP在全国排在第四位 所以应该说福建的话 就是整个养老保险 这个保障服务的水平 应该说是会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 这一点我想应该说 那么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 那么整个经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了 那么最重要的话 要把发展的成果汇集 本地区的人民 能否请您介绍一下 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发展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 涨全球的比重60%以上 这一点的话应该说有几个原因 一个方面的话 应该说我们仅仅抓住了 这一轮整个新能源技术革命的 这样发展的记忆 我们应该就各级政府注重对新能源 整个技术的应养 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在整个 这个新能源技术领域的这种广化营养 推高了我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 应该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生产水平 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这些年来 我们中国在整个锂电池这样一种锂离子系电池 包括福建的宁德时代 这些新能源技术应该说我们不仅在全球是领向的 另一方面的话我们把这些技术广化应验到 以新能源产业相关的相关领域 应该说助推整个中国新能源整个产业 包括助推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都到快速的发展 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把这个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技术跟整个现代的商业模式 现代的营销手段有机结合起来 我们不仅创新了我们的整个汽车的消费这个模式 营销的手段 营销的模式 那么很重要的话是我们原来是被动于 作为一个简单的生产手或者全球的生产工厂 制造工厂 那么我们在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当中 我们把这些先进的营销手段 营销的这种方式跟我们现代的商业模式结合起来 应该说是我们的汽车文化 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消费文化 那么得到越来越多的受到世界其他国家消费者的信赖 也这样的话才能推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不断走向世界 第三个问题关于这个 就是中国在国家层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是怎么样的 客观说我们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西方国家在过去的上百年的发展当中 那么他们靠过去的资源掠夺环境的一种破坏 获得了工业化的发展 我们新中国成立到今年二十七十五周年 我们已经应该说在全球的气候变化 维护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推进绿色经济发展等方面 应该说我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我们不仅履行了我们的这样一种承诺 同时应该说也彰想了我们这样一种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我先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